艺术家廖青云心向无界创作各展 正在花莲石雕博物馆第一企划室展出 在展览尾声以及疫情趋缓之际 21号特别举办了感恩茶会 邀请了艺文朋友等贵宾出席 在座不少都曾是廖青云老师的学生 分享了老师多元的创作风格 78岁高龄的艺术家廖青云 近年从雕塑跨足油画 会为四年在石雕博物馆第一企划室 举行星向无界创作展 在展览尾声及疫情趋缓之际 21日举办感恩茶会 花莲县文化局长张岳成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馆长李吉崇 国立东华大学副校长林信峰等归宾齐聚 表达祝贺 其实老师在艺术创作里面教学上是非常非常亲切的 大概生活纪律上 尤其创作纪律上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所以经常有一些学生 会经常听到别的同学 突然就是遭受到五雷轰顶的那种巨大的震撼 所以老师的教学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所以在座我们就有好几位都是老师教出来的艺术家 109年文化局这个艺术品典藏的委员会里面 我们全体委员以致通过 今年我们有这个荣幸来典藏廖琴林老师的作品 再次 谢谢大师 廖老师感心发表在艺术创作的心路历程 并致正文化局抽象画作表达感谢之意 谢谢文化局 所谓文化局有提供那么好的一个场地 这个展场让我有机会在这边发表作品 同时在这个展出的这个整个的作品里面 局里面也有给我一些精片的补助 然后我能够像比如说状况表发的部分 那又给我一个补助 另外就是今天刚才手上有一本 我刚刚出入的一个专辑 那么这个也是全文化局也有给我补助 所以我相当相当的感谢文化局 早年以雕塑创作为主 因为石雕工作的职业伤害 专达摄影和抽象画 这次展出作品有具象、抽象 呈现欢畅、奔泻、壮观与多样的形式 并展出50幅优化 也精选早期代表性的石雕、铁雕、不锈钢 共实践作为配角 表述其不忘创作的初衷 展期至6月28日 欢迎前往参观欣赏 让老师在战胜 记者讲坊叶华流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